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父子画廊的频道 前面一期我们讲过这个 父子画廊我们的这个拍卖 拍卖的情况 这期我来讲讲我们这个 关于这个欧洲古董代购 这块 因为我们是以拍卖和这个直播代购的方式 来出售我们所找到的这些藏品 我前面也说过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团队 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是有十几个人组成的一个团队 像俄罗斯,意大利 荷兰,法国,美国这些地方都有我们团队的人 我们满世界去淘这些古董 然后进行拍卖,或者是直接直播代购 我们做这个直播代购这块也有将近五六年的历史了 五六年的经验 我们在微信上有十几个这个直播代购球 给直接在穷里这个直播 现在展示的这些藏品都是 是英国倫敦的一个小市场里的一些藏品 有很多这个二战时期的藏品 还有中国的这些瓷器啊 还有中国的这些瓷器啊 古文都可以找到 东西很多 我们每个星期会举办三四次直播代购 客户看上什么直接就拍下就行了 拍下来以后 然后我们都是先款后货 然后直接从欧洲就发货了 最快十五天可以收到 最慢也要等三十天左右 东西就到了 很多人问我这个 有没有什么消过毒啊什么的 这点请大家放心 从国外进来的我们至少要进行 两次消毒 然后再发到客户的手中 客户收到货以后 如果有瑕疵或者是什么碰碎了 或者是跟我们的那个 介绍有冲突有矛盾 是可以退货的 但你发现问题了 你要在三天之内提出来退货 是完全可以退货的 所以我们的客户还是非常的信任我们 五六年前买过我们东西的老客户 都到今天为止 还是在坚持支持我们的这个拍卖和直播 到今天为止都还在购买我们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个老客户和我们的关系是非常的好 合作得非常的好 合作得非常的好 最早我们是从苏联古董开始玩这个红色书藏 当时国内喜欢这个苏联古董的人非常多 苏联凶章呀苏联的照相机呀 还是很有市场的 后来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只玩这个苏联 藏品后来慢慢我们就开始搞一些欧洲的古董开始玩 因为在欧洲还可以找到很多中国的这些藏品 中国的这些创惠时期的瓷器呀什么的 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欧洲古董好的地方就是 一样品啊假东西是非常少的 也有一些仿造的 但是大多数都是真品 不像国内的古文 假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一不注意就掉坑里了 所以家里有点闲钱的朋友 买一些这个欧洲的古董作为收藏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这东西随着时间的这个流逝 总有一天会这个在不停的这个升值 还是有这个升值空间的 比如这个欧洲的这个梅森的瓷盘呀瓷盘瓷器 梅森的瓷器各种油画 各种凶章照相机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收藏项目 还有这些水晶 还有这些水晶 各种水晶 花瓶 都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的团队建立了很多直播代购穷 微信穷感兴趣的朋友给添加我的微信 我们团队都是这个上海的朋友组成的 所以我们做事效率 承信度是非常可靠的 非常靠谱的 所以大家可以支持我们的拍卖 支持我们的这个代购 想我们也招这个代理 想代理我们这些拍品的朋友 藏品的朋友也可以联系我 视频的最后我会留下我的这个微信号 跟我微信联系就可以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